终于等到了 今天非常感动 因为我等了9年的这个 我的爸那终于世行了 所以要动静了 等到9年多 这是即将要单身的一个baby 那今天呢带大家呢 第一时间呢 来看看我们北马第一座的 富贵纪念馆动土仪式 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Vlog 我是总监Alice Koo 今天你们看到我来到一个 这个烂泥巴地方呢 其实呢它就是位于 Serbrang Jaya这一边 今天有一个很大型 很大型的一个动土仪式 我们的富贵的这个生命馆 我们讲就是巴勒啦 可以拿来做贼门的地方 要讲到这个这个贼门的地方 动土仪式 其实就有很大的这个感触 你知道吗 因为哈这个巴勒呢 是我在加入富贵的时候呢 大概是9年前 10年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期待很期待 要有的一个地方 可以去让槟城的人民呢 就是在做这个白室 有一个很无心计 很特别又很舒适的地方 去做这个追石灰 等了这么多年呢 我们终于就是 全部Document Pass了 今天呢 我们就要做这个动土仪式了 而且今天这个动土仪式呢 还会请到DM 潮官友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YB 来这边做这个动土仪式 那今天呢 带大家呢 第一时间呢 就是来看看 我们北马第一座的富贵纪念馆 动土仪式 Let's go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无心计的最斯理堂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 哇 这边其实就是看去这个我们的一条河 就是非常的漂亮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坐落在这边其实就是工业区 然后这个这个你看到这个highway转角 其实就是我们从槟城来 然后在Sunday Carnival那一边 要Youton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转过去 我们的这个富贵纪念馆 其实就是在这一边整片 所以等下动土仪式就会在那一边开始 我们去看看下 好啦 它们在准备 今天有什么话说 很忙 但是很爽 因为我们有动土仪式 非常棒 诶 等了这么久 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哦 终于等到了 等了三年终于有了 所以今天可以安心睡觉了是吗 对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有什么话想说吗 今天非常感动 因为我整个九年的巴勒终于适行了 终于要动土了 现在呢 它们呢 就是还是在 囚备着 还不能进一场 那现在带大家去看看那一边 有准备一些吃的一些地方 打就是这一部分的了 里面有什么事 完全不怕 是 都不怕 是 在这里 心里面有什么事 但是 在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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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